全油管最快新闻,卢州市古令县公安局辅警康安友在古令洪灾抢险中托举营救女童,并获及个人一等奖。 古令县遭受极端强降雨,导致大面积停电和道路积水严重。 古令县公安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康安友等辅警排除万难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在救援过程中,康安友托举营救小女孩并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到网友关注和点赞。 受卢州市政府委托,刘刚副局长为康安友等救援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同志颁发了战时奖励证书。 这次洪灾也刷新了该地的历史极值语量。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